因為我們這班學生如果是和平的話 那些人看到別人警察這樣 可能暴力對我們的時候 就會令他們好像有動革感到的力量 令他們都起碼在我們面前 但現在看到有些人就是 其實他們是因為警察暴力對我們 所以他們是想保護學生 但其實他們可能不是只開過程 所以我不懂怎樣去做 其實有些人不只想上六八九檔桌 但其實學生真正的訴求是要回報 那兩件事是怎樣可以分手的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問了兩個問題 我一次過回應 我又不想巴結一下 之後那段時間 剛才張教授就提到 這個是一個民事前 那我覺得 因為你聽我說 如果警方使用暴力的時候 那我們就和平去抵抗他們 那就是假設如果警方不再使用暴力 那這個時鐘可以怎樣維持下去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有一個隱憂就是 有一次往外和鵝鵝灣 去做一些民居的地方 去繼續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會強遠地影響到 當地區的一些基金的市民 這樣是會引起一些社會上移動的分散 那我們可以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好 我想時間問題我都會回應 不然我不用阻擾我同事 何聲言不跟著 好 幾個問題 頭和尾這個都有一個關聯在當中 一個是問贊引人 就是升級勤動 一個是怎樣去廣告銅鑼環那邊 怎樣可以撤退或者其他 那樣 就這方面我都重申 我覺得 我可以提任何建議 其實是無保於事的 因為 你要做任何行動去到今天這樣 我們是要反圍繞 然後要做 怎樣可以實踐到一些 所謂相好式民主 可能真的要每一個據點 大家是要經過大家的討論 然後去談一下那個做法是怎樣 因為沒有人是有這樣的道德權力 我吹雞你就走人 可能佔中山自己學民學聯 加上長毛 如果大家一致 call off 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一半人 會有都未頂 但是都不敢包 整個運動的情況 所以其實是有一個難度 在當中 而你問我怎樣 當然我自己之前想過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講過 我這裏的建議是行不通 除非是最後 大家覺得都是這樣做 因為整個學國很喜歡 我自己提出的擺滿月 是有一個概念的 因為有時候 有一個原則 就是爭取民主 一定要明白 不會是一朝一夕的 你怎樣去保留 我們那個實力 怎樣去做一個長期的爭取 怎樣在爭取未得到支持 制度未改之前 我先改變我們的心 我們對民主認識多些 我們公民社會增強多些 這幾時都是有用的 而且我也覺得現實上 真是不期望 中央幾天內 他會去改變任何的立場 這裏回答對話的問題 對話浪費氣的時候 政府和你對話 只不過你對話 你越來越生氣 根本就不會有實質的回應 因為中央講著它 怎會有實質的讓步 所以我自己本來想著 去到這個階段 大家是不是都同意 我們為了保留實力 我們為了不中當局 總計的圈套 分化我們的圈套 去搞亂黨的圈套 力轉民意的圈套 我們自己反為自己 就說 我們這時候 我們一起撤離 我們24時間撤離 撤離之前 我們鼓勵更加多的人 出來show我們的實力 30萬人50萬人 一個大巡遊 接著我們又撤離 給30天時間 政府 如果30天內 你沒有正面實質的回應 我回來擺滿月酒 我們規模更大 比以前的 我這時候保留實力 這些都是一些 理論上可行 實際上下不了地 現在是 這些是沒有用的 被人罵阻礙的 這些情況 最後打一回答 剛才那個問題 就說 怎樣協調 六八九辭職和真普選 其實我個人個人覺得 兩樣東西 其實是一個 幾大關聯的一件事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梁振英辭職 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你搞成這樣 就算我當我是中央 我找你搞的市長 省長 搞到這樣 都還不切換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不過要多些時間去部署 但是他辭職 解決不了真普選問題 對 但是一定有幫助 他辭職 代表中央的思維 一定是有一定的改變 第二 新的特首選舉的過程 就算 之前中央沒有任何承諾 說改變什麼都好 新特首他要參選 他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你當選之後 你會不會提交新的報告 所以新的特首都可能是 六八九來的 七百份選舉 但始終他都要面對那個問題 你是不是要提交報告 還有他知道他這樣失敗 被人踢走的時候 他一定要做得聰明一點 他一定要想辦法去處理民意的事情 是有一個新的景象出來 而且也容易下台一點 因為轉了特首 新特首提交新報告 人大成為是最容易改變他的決定 一個下台街來的 這個我自己的看法 來問他 剛才想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我對我的接觸 就是究竟政府內部有什麼方法 改善警民的關係 那這樣說 我自己就真的沒有直接 聽過任何 即是政府內部的人 直接跟我說 他要怎樣做 或者不去做 但是我自己暫時看著形勢的分析 這個基本上不是政府的agenda 它的agenda 多些像是不想在這個時候修補關係 而是利用警民的對立去逆轉民意 因為這個是真實的 因為的確有很多前線警務的人捱著一套戲 很多他的家屬 就算我身邊有些朋友 就算他經向支持民主也好 你要接受那個真實 他們有些人是撐警方的 這個是真實的 你不要想著支持民主也一定不撐警方 不是這樣的 是有人撐警方的 我身邊是有人這樣 但是政府是想玩這件事多過 他們是想這時候修補關係 所以你問我 倒轉是說 不要中他們的圈套 我們自己要修補那個關係 我們不要隨便去再批評前線警衛 他們真是深深汗的 他們真是拿磋打的 你都不要用這些言語 好像是讚他 就說你有良心 你不要做事 定了你 其實聽起來 如果你倒轉你是他 都挺難頂的 你經常挑戰他的良心 有時是很難頂的 你就明白這件事了 好 多謝張達榮教授的分享 謝謝大家